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喜歡打擊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姐夫電玩 又到遊戲還沒發售 就搶先發布影片的時候 沒錯! 這次要來公布第二季確定會玩的遊戲 不過看了一下發售列表 應該可以... 直接公布到冬季之前 因為家一家也才只有三套 但各位別忘記 每個人流玩習慣不同 不玩的遊戲不代表不好玩 或許真的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或許還不了解遊戲設定 光從預告來看 還沒辦法讓我下定決心 可能過一陣子回頭來玩也說不定 就像七年前的血緣詛咒 黑暗靈魂3 到了二三年來 依然還是非常好玩 這三套遊戲期待的理由為何 接下來就由姐夫我帶各位 一起來欣賞 第一套5月12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這遊戲到底有多好玩 我想大家應該都比我還要清楚才對 光是從官方頻道來看 就偏偏薩達的流量有了爆炸性成長 六年前的今天 多少人是因為礦野之息進而購買10曲 正是因為聽到這樣的說法 我才跑去跟風 玩完之後 確實讓我感到相當驚豔 如果10曲有白金系統 我敢大聲說 這套遊戲肯定會奪下白金 我已經預想得到發售之後 各大社群平台 應該會被王國之類的資訊淹沒 不過這次不是要介紹薩達傳說有多好玩 而是要來談談 期待王國之類可以改變的兩個地方 在公布預告之前 老實說我沒有到飛上看好 雖然礦野之息相當好玩 奪下年度大獎也是實至名歸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同樣的設定再出一次 可能會碰上公式化或是缺乏新鮮感的問題 甚至有可能沒辦法再度奪下年度最佳遊戲 就像22年的戰神5 地平線2 為何最後會是艾爾登得勝 我想是因為前兩者都只有延續上一代的故事 遊戲主軸大致還是一樣 同樣的道理再看看王國之類 不瞞各位說我早已做好心理準備 應該又是一部為了延續故事的續作 總認為不會像礦野之息那樣 帶來滿滿的驚喜感 然而任天堂近期公開Gameplay之後 算是讓我再度重拾期待 幾個簡單的示範讓我感覺有點像是 沙盒遊戲中的建造 同樣的東西卻是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結果 兩個推進器加上幾根木樁 結合成一艘水上遊艇 反過來樁還可以當成私人專機 亦或是建造一台奔馳在遠遠的車輛 如果真的像是沙盒玩法 我想到的東西不是這些非常有趣的組合 而是遊戲發售之後 會不會出現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創作 當然這只是猜測而已 一切結果還是要等正式發售之後才會揭曉 第二個期待是希望動畫量跟故事量能夠再豐富一點 最好像是《異路神殿》那樣 有一半時間都是在講故事 我知道這樣的要求相當過分 明明就是動作冒險 卻硬要把遊戲改成角色扮演 不過我很認真說 這幾年接觸過大大小酒作品後 我發現《曠野之奇》的故事量真的很少 當然不是嫌故事太短 只是對於從《曠野之奇》 才開始接觸薩爾達傳說的我來說 單憑這樣的故事 還是很難對這IP有著深厚的情感 倒是《災厄啟示錄》就讓我感到相當滿意 因為裡面的劇情量幾乎快要接近整部作品的一半 也因為玩了《災厄啟示錄》後 才發現薩達公主似乎有點可愛 而新作的故事又換了一頭可愛的短髮 天啊!真的是越來越婆 為什麼二二年初早就預購的我 卻沒有搶一組限定版? 正是因為《曠野之奇》的故事 沒辦法讓我對這些角色有更深厚的情感 會喜歡這部作品也只是因為玩法輕盈 如果劇本能夠參照《災厄啟示錄》那樣 我相信玩過一次之後 會讓我對這些角色有深刻的印象 至於王國之類會帶來什麼樣的動人故事 接下來就讓我們起來期待 之後有打算挑戰大師開局 我發現玩了幾年遊戲下來 口味已經變得越來越重 在寫這段文章的時候 我也在思考 魂遊戲不也如此 同樣都是動作冒險遊戲 故事不但少以外 還搞得讓我非常難懂 但為何我會玩到無法自拔? 嗯...這是個好問題 第二套 5月25 魔戒 咕嚕 向來都是玩日系遊戲的我 難得這回開出美式菜單 想必這遊戲一定有吸引我的魅力? 並沒有 我直接說這套遊戲沒有抱持任何期待 就連遊戲介紹也沒有特別關注 更不用說封面人物 明明有這麼多英雄 有這麼多俊男美女 挑誰都好 但偏偏就挑一位 借靈當不成 性格扭曲 長相奇特 的咕嚕 有誰會想要買這種遊戲 無庸置疑 絕對就是做給喜歡魔戒的玩家 而我正是因為在我心目中 第一名的電影就是魔戒3 比起那些爽度極高的英雄片 我更喜歡巨龍、矮人、精靈、獸人 這類的世界觀 尤其是米娜斯提利斯前的史詩戰役 到現在我的記憶依然非常清晰 儘管電影已經上映將近20年之久 但現在再看一次 都還是能讓我感到熱血沸騰 就我猜測 骷髏這部作品應該是跟哈比人同樣的定位 以外傳的方式補足電影沒提到的故事 光是把魔戒三部曲做成電影 就已經長達9個多鐘頭 沒辦法把更多故事描述得更加細緻 而本作的重點正是把鏡頭轉移到佛羅多 跟山姆的另外一端 帶玩家瞭解 孤魯在不尋常的旅途中 經歷了哪些冒險和奇遇 至於會帶來什麼樣的內容 就讓我們一起奪回 曾經最珍貴的寶貝 My Precious 第三套 7月13 瑪莉的煉金工坊 自從加入萊莎的煉金工坊後 就這樣一錄完了六部作品 從一開始認為只是小眾遊戲 到後來想都沒想過 我竟然會變得如此期待 煉金工坊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 關鍵在於 纖細初發育的美少女 用那細細的腿跑遍大地收集素材 用瘦瘦的雙手 攪拌那大大代表著 未來希望與夢想的煉金大輔 讓村民感受到 煉金宿市是一位能夠帶給大家溫暖的小天使 而我會這麼喜歡煉金遊戲 正是因為如此 玩過不可思議跟秘密系列的我來說 每一部煉金遊戲 總能帶來不一樣的玩法 每次出新作都會非常期待 會有哪些不同的變化 而重製版的瑪莉卻是意外顛覆過往的想像 以大樓森比例登場 看起來格外的可愛 不管是否玩過原本的作品 我相信這樣的美術應該又會再次圈粉不少 話說 煉金工坊的發售頻率大概是一年一部新作 今年依照慣例推出萊莎的煉金工坊3 照理來說 下一部作品應該會落在2024 可是誰也料想不到 萊莎3問世之後不到4個月的時間 緊接著瑪莉即將登場 對於煉金遊戲愛好者的我來說 簡直是一大福音 另外上一次花了64個小時 把萊莎3打到通關後 我有點後悔一件事 既然都這麼積極完成所有任務 那為何不試著改完PS版 看看自己能夠奪下多少獎盃 所以接下來的瑪莉 我決定改完PS版 也會挑戰在5年的實現內通過考驗 至於瑪莉會帶來什麼樣的調整方式 以及如何稱為一位優秀的煉金術士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7月13號的到來 不過我很好奇一件事 為什麼會出現已經不想拯救世界這番話 以上3套是姊夫確定會玩的遊戲 看到這邊各位可能會有疑問 為何太空戰士16不在新戰之中? 我很坦白說 目前沒有到非常喜歡太空戰士 可能是因為從來就沒有結束過 所以對這系列還是感到相當陌生 影片發布的現在 我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跟太16的風 此時還沒下定 絕對不是因為害怕A11 而是我根本不了解太空戰士 如果各位想推解副一把 那麼就請你留言來說服 看看有沒有機會讓我動搖 雖然目前確定會玩的新作不多 不過這並不代表沒什麼遊戲好玩 在我的字典裡 從來就沒有遊戲荒這三個字 只有玩不玩這回事 就像到了23年的現在 我還在玩7年前的黑暗連魂3 把之前未完成的挑戰 再次徹底破台一次 多玩個幾遍 有時候還是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這段期間沒有特別吸引各位的新作 不妨可以看看過往的作品 不會因為時間久了內容就有所變質 只要是好的遊戲 不管幾年後再拿出來玩 依然還是非常好玩